一命二运三封锁 四积德 五读书 司马光这个人 我觉得很好 对宋时候 他的好朋友范震 被汪安石干掉 所谓的现在来讲 干掉 他得罪了汪安石 司马光 愤怒不贫 他也就退居了 到了洛阳 好像买了二十亩地 取了名字叫独乐园 就像现在北京来讲是会所 人来人往很独 司马光 了不起 在他的自治通界 他跑到洛阳以后 去写他的传 自治通界是他弄的 重要的是 他里面有提到铝制 酸口铝 铝制 是他的仆人 有一次呢 因为等于说会所一样 独乐园 人来人往 多少钱我忘了 司马光就赏他 按道理来讲就像餐馆 这个消费嘛 听 美国最流行这个嘛 是平分 结果呢 司马光就给他 女子死活不要 然后最后呢 司马光 生气耶 意思说我不爱钱 就这意思了 女子也很生气 他是他的仆人 管这个花园的 算管家吧 很生气 他说 相公 不爱钱 意思说就你不爱钱 当然不敢太顶嘴巴 我太离开了 过了一些日子了 司马光在逛花园 怎么堕了个亭子 把女子叫过来 这亭子 怎么回事 他说这就是人家赏 你给我赏我的钱 我想大家呀 要来喝水呀 家这么大呀 二十亩地很大呀 这个就做一做啊 哎呀 司马光 这诸仆真的了不起 他想起来那天 他也料了一句话 相公救你不爱钱 君子爱才 君子有道 他一下想起来那天 他想这句话 司马光里面 常常提到女子 就表示 他很尊敬 很赞美 他这个仆人 英雄不论 出圣地 请问普天之下的 你高什么 你哪里高 头高还是手高 欺负人是吧 非也 不可以 不可以这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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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以这样子